Hello,大家好,我是Ange 有些时间来跟大家说一下话 以及做个视频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 中东的电商一些经常谈到的问题吧 毕竟中东电商市场属于现在一个起步的阶段 现在比较多遇到的情况是一个退货率高 那么今天这个就是咱们的主题 为什么退货率高 那么咱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解说 让大家了解一下是什么情况导致了这样的一个退货率高的原因发生 中东电商这几年首先是亚马逊收购了SOUQ 然后现在变成了亚马逊 Amazon.ae 还有个多了个Loon Wadi 以及咱们中国的职域啊 数卖通啊这样子 反正现在中东电商市场是比较属于大混账那种吧 巨头还是亚马逊跟这些本地的强势电商平台为主 现在反映出来的一个退货率高 差不多我看一些中东的电商区里面反映出来的退货率差不多去到30%到40% 这个相对于我自己做一个东南亚跟国内市场的退货率来说 说真的这个的确是高了比较多出来 这样的退货率导致了运营成本是增长的非常高 而且对于后期的再上架更多的产品 那么就真的要细心的考虑好你的选品了 嗯 那么现在我们就从下面几个问题来分析一下吧 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发生 首先是我们接下来从他们的一个道路和救救环境来看一下 看一下来看一下吧首先我们先看google地图 喂 那么现在咱们打开的是google地图的那边的地图 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主要是他的街道的命名 嗯 我们主要看的是他一些常规的一些内向的街道吧 嗯 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到他的一些道路有些是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命名的 嗯 我们看另外一个街区吧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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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吗 他有些街道街道的命名是以14131413 特别是一些生活街区里面的街道命名有些更加是没有的 例如这个 有些是没有的 那么我转过来去一个旁边的一个国家吗 阿曼他的发展程度也不错了 以前自己曾经去过那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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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曼的首都是马斯卡特 那么 找一个之前我去过的比较容易变的街区吧 看到没有 这里就是他的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街区 一般一个大的社区附近都肯定有一个青城市无论大小 那有的大有的小啊 那么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街道都是命名所以数字命名的 那么意味着那个派送件的要对这些 找到对应的地方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好 那么我们现在先转回去吧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居民社区的道路标示 是基本上是以一个数字作为标示的 例如502或者5203这样子 但是他每个路口也并不是每一个路口都会放一个 像我们这边有个路牌什么什么街道 就中文鞋 他那边也不 呃 他那边甚至连一个路口一个对应的数字 标示牌也不一定会有的 有些路口有些有些是没有的 那么 嗯 这样的情况我以前自己也在那里工作工作了一些时间 所以对那边情况还是有 那么一点点熟悉吧 呃可以接下来看一下 我以前拍下来的一些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吧 是基本的一个街区里面的一些情况 他们那边的房子不是像我们这边的高楼 而是比较多的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别墅吧 他们那边也叫做平房这样子吧 呃 反正每一户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别墅 然后 然后 而且装修风格都是比较相近的那种 那么 好 接下来我们还是先看图片吧 嗯 嗯 嗯 本地人为主就是都是中国人嘛 这里熟悉一些本地的文化风俗 这样子 但是那边 中东那边的派送人员一般是哪些呢 肯定不是中东本地人 那么肯定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这两个为主 那么 你想想一个外国人到了一个地方还要去做拍间 你想想 难度是有多高 呃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他们那边的当地人上班的时间 一般是早上八点到八点半 然后一直只踩六个小时到七个小时左右吧 然后到下午的三点的三点钟左右就下班 然后就回家 那个时候夏天的话 从下午一点钟左右开始到四点钟左右 就是夏天中东那边的一天温度最高的时候 那中东那边天气没那么高的时候是冬天吧 夏天的时候一般温度最高也去也去到四十多度 四十二四十五四十五度也试过 以前在那边生活工作的时候 还试过四十二度做一个没冷气的出租车 刚好空调坏了你想想恐怖到什么什么样的程度 嗯 所以呢 你想想 一般那边一个外来的工作的派件人员下午四点钟左右 去到这样的一个社区里面去做派件 你想想那个难度有多大 还要 呃 都是喜欢把东西寄送到自己家里面 嗯 那么 一来不好找 二来配送时间 嗯 是比较晚的时候 那么如果 找到的话 那当然 那就最好 找不到的话就下 就会直接说是找不到客户啊 呃 然后帮你直接退回去了 那么退后率高也是 他的居住环境街道各种因素导致了其中一个原因 第二个就是 本地人的一些消费习惯吧 嗯 这个毕竟我不是本地人 所以这里就不做过多的 呃 说明了 但是 嗯 但是怎么说呢 嗯 就像我们国内这样子买回去 的衣服呃 上身觉得不合适 或者不好看 那就退回去了 嗯 其他的原因 你懂 所以呢 退后率高还是有一定的原因 但还有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导致呢 他的退后率高 那么我就从我能看得到的一个方面来 跟大家说一下 呃 另外还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比较重要的是 现在中东的亚马逊已经开放招商了 Amazon到AE AE AE 然后可以在上面SERA 页面底部的SERA 那里找到注册链接 可以进去注册 而且不需要像之前SOC 以及LUN那样需要 在当地有工作签证或者 当地身份证才能够注册 以及各种麻烦的 现在亚马逊已经完全 把SOC改造成了一个中东站的亚马逊了 这是把欧洲欧美的那个亚马逊 直接搬到中东那边了 那么注册就 如果你是国内这边有公司营业执照 有对应的显摩资料就可以上去注册 那就方便很多了 差不多 但我自己也注册了 现在还在等审批 接下来一步步看看情况怎么样吧 那么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其他情况 我也可以做个视频跟大家说一说 好了 那今天先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是Hank 拜拜